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往就成了获胜方的战后第一要务 对于如何处理战后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 古人最为普遍的也是最简单的做法是 埋 挖一个超大的坑 尸体全部扔进去 拿土一盖 万事大吉 剩下的就靠大自然的力量了 这个方法后来演变成连活人都埋了 也就是传说中的坑杀 战国池 长平之战 秦军坑杀40万赵军 秦莫项羽在居禄之战 坑杀20万秦军 都是这个套路有往下埋的 也有往上堆的 古人有种独特的处理尸体的方法 叫做驻金关 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 骷髅台 把战败的敌军尸体堆积起来 用土夯石 铸成巨大的土堆 以表军功 看我们看了这么多人 同时还能嘲讽敌国 史书中对此记载不在少数 最惨的当属隋阳帝 当年征伐高勾力 没成效 偷气不成18米 人家军民一心 打败了隋阳帝的军队 为了示威 便用这些倒霉的隋军将士铸成金关 还是后来 唐太宗出面 派史臣与高勾力交涉 才拆除了金关 收拾隋军将士海谷 回国安葬 除此以外 火葬这种最卫生的法子 也普遍存在于古代的战场上 能够很好避免尸体腐烂 带来的传染病 对于现代人来说 火葬再普遍不过 但对于早期中国人来说 火葬等于侮辱你全家 战夺时 燕军围攻齐国吉默 大烧死尸 吉默人从城上望剑 皆替起 巨欲出战 怒目十倍 可见 这种方法对敌人的炒猛效果是多么巨大 直到东汉后 佛孝传入 火葬才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 还有一种有效处理尸体的方法就是 吃掉 智世打仗还好 至少有后勤保障 乱世打仗 那就是时时刻刻缺衣少粮 身陷缺境 有时你不吃人肉都不行 三国志 成鱼传就曾记载曹操初期 因为把此时充当军粮 足足供给三天 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不过说来说去 这都是胜利者的权利 失败者跑路还来不及 更别提 妥善处理 同伴尸体了 赶上好的 给你挖个坑埋了 也算入土为安 真给人吃了 想想那样的人生 还真是嘎蹦寸儿啊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室栏目